如何评价使命召唤十三无限战争 一句惩戒号上吴诺夫足矣 未来世界地球资源耗尽 人类将出手伸出地球大气层外 成立联合空间联盟 开始向外星殖民 新的边疆为人类带来了新的希望 但也带来了新的敌人 像每一座被攻破的堡垒一样 这个敌人来自人类内部 火星上的移民不甘心 一直做地球人类的供养者 他们成立了移民防卫阵线 用暴力和鲜血摆脱了地球的统治 他们劫掠资源 袭击其他殖民地积极扩张领土 总之可以理解成太空版大英和老美 如今的移民防卫阵线 俨然已是一头庞大的战争巨兽 他们突袭了慕威尔上的武器研发设施 地球派遣恶狼小队前往 带回设施中的原型机 并彻底摧毁设施 舱门开启的一瞬间 温度骤降 恶狼带领小队成员们一头扎了下去 在慕威尔西部的大气层中 短暂翔降 从天而降处决了毫无防备的移民防卫阵线士兵 向着冰层下的研发设施进发 杀进去后反重力手雷一扔 直接把门后的士兵扫成了筛子 恶狼很快找到了原型机 并启动了设施的自毁程序 但此时移民防卫阵线的重型机甲也已杀到 恶狼才死了几次就将其轻松撂倒 但没想到更多机甲杀到 万幸原型机终于启动完毕 对着他们就是一炮 强大的能量武器轰飞他们后 甚至击穿了设施坚固的外墙 设施一瞬间施压 强大的气压差点把恶狼甩飞出去 万幸他抓住了门框 队员们怎么样了 恶狼一抬头 恶狼醒来时已被甩飞到冰层上 突然两个移民防卫阵线士兵冲上来 两脚踹翻了手下队员 冰层照耀着火焰 突然左边一声枪响 恶狼转过头去 一个长大难看恶狼喘不动气 于是说道 Winter is coming 不对 是过来说 吸口氧气吧 小伙子 这个长大难 就是移民防卫阵线的总指挥 考骑上将 恶狼让他快救救自己的队员 考骑冷笑一声 冲着队员就离枪 还嘲讽地说道 懦弱就是你们地球人无法取胜的原因 说罢家属下杀死恶狼 自己转身而去 恶狼被移民防卫阵线的小兵 嘴炮康纳一枪头砸到 眼睁睁看着他们插上旗帜 宣布占领了木威二 随即嘴旁边砸碎了恶狼的头盔 恶狼小队全军覆没 恶狼因缺氧和极寒而死的录像 传回日内瓦的地球总部 雷耶斯上将要求立刻升空巡逻 但瑞颜斯上将却说 升不升空不是我们战事说了算的 雷耶斯还想反驳 瑞颜斯直接打开了窗户 看看吧 上位同志 外面正在进行舰队州的盛典 你听到外面人群的欢呼了吗 侦客们绝不可能允许我们在这个节骨眼 说一只小队全军覆没散步恐慌的 荒唐 太荒唐了 可惜事实就是如此 只要家里的暖气能驱除外面的严寒 政客们就毫不在意壁炉里燃烧的是谁的骨头 雷耶斯憋着一肚子火走出办公室 队友萨沃特尔上位正在门口等候 他也觉得应该立刻升空警戒 而不是办什么狗屁庆典 更糟糕的是 政客们对联合空间联盟旗舰惩戒号的命令 竟然是作为庆典游行的头号划车 这不是扯犊子吗 两人一起走出大楼 路过两边都是大理石的走廊 上面眷刻着 每一个为联盟牺牲生命的英雄之名 在政客们的糟蹋之下 又有哪些名字会刻上控制的石碑之脚 两人走上天台 欢呼的人群沉浸在庆典的欢乐中 对18个小时前目为二的惨案毫不知情 两人无奈的登上一艘乌鸦运输机 上面有瑞恩斯送给雷耶斯的礼物 一台最新型的E3N作战机器人E3 此时瑞恩斯也登上运输机 准备与他们一起返回惩戒号 运输机飞过河道中一座座AATRS大炮 这些强大的防空火力 是抵御寒冷的烈焰 是破晓失分的光线 是唤醒连者的号角 是守护地球的尖盾 但就在运输机抵近惩戒号即将降落时 E3却发现 这些炮口竟然悄悄对准了惩戒号 就在他惊呼的一瞬间猛然一炮 万幸运输机替惩戒号挨下了这一发 雷斯和萨奥特尔迅速接管驾驶台 日内瓦的天空乱作一团 不停有联合空间联盟的战舰 带着钢铁超越区服极限的声音声坠入河面 两人拼命操纵运输机 最终迫降在地面上 雷斯和萨奥特尔并无大碍 但一艘移民防卫阵线的运输机也跟了过来 两名敌军士兵飞扑过来 雷斯接过萨奥特尔敌过来的枪 砰砰两枪解决了敌人 不断有联盟战舰被击毁坠落 当务之急是夺回AATIS大炮的指挥权 路上他们收拢了一队溃兵 带领他们冲向指挥塔 身边不停有士兵倒在冲锋的路上 但面对侵略者的强大火力 没人退缩 伊森一个剑步创烂了核心指挥室的大人 众人一通扫射神光敌兵 雷斯及时拔下移民防卫阵线的终端 重新夺回了指挥塔的控制权 至于那个俘虏也并非带路党 之后大大方方承认 他就是移民防卫阵线的副总指挥 瑞亚 又批2号人物亲自做间谍不服不行 死到临头了他还不忘甩出一具 重启后的炮台不负众望 击退了移民防卫阵线的舰队 雷斯和萨奥塔尔驾驶呼隆式战斗机 互卫乘舰和航母舰队重新升空 冲出大西层的束缚 在地外追击逃窜的敌军舰队 一番激烈空战后 成功摧毁了敌军驱逐舰编队 但就在雷斯返航程舰后即将着舰时 一阵剧烈抖动 一艘巨型战舰跃迁到眼前 竟然是移民防卫阵线旗舰 以火星最高峰 太阳系最高火山命名的奥林匹斯山号 只一击之下 联合空间联盟的日识号驱逐舰 就像玩具一般被轰成了碎片 奥林匹斯山号继续轰击着其他驱逐舰 雷斯刚要反击 屏幕上传来考骑上将的视频 他骄傲地宣判着联盟舰队的死期 说出了他那句名言 死而死已 是啊 他说的对 任何武器的反抗在奥林匹斯山号面前 都脆弱的让人想象 但是他忽略了一点 不是什么有形的武器 而是惩戒号的勇气 舰长下令 惩戒号 前进四 他指挥着心爱的战舰 向敌人发动自杀式装机 船头在奥林匹斯山号撞出一个大坑 其余各件悲愤交加 纷纷将全部火力扔到敌人头上 靠其剑撞不妙 指挥奥林匹斯山号一个月前消失不见 雷斯重新着剑后 他怒不可恶地跟萨沃特尔说道 身为舰长 应该保护自己的部下 他怎么能下令自杀式撞击呢 这句话惹毛了承接号上 海军陆战队指挥官奥马尔上市 他顶了雷斯一举 恕我直言你说错了 一个战舰舰长的职责 绝不是带着我们活 而是带着我们赢 雷斯懒得跟他吵 直接进了指挥室 可他看到的 却是舰长本人在刚刚的撞击中牺牲 包在果实袋中抬了出去 他的副舰长与他并肩作战到了最后一刻 同样也在撞击中英勇牺牲 指挥室内死伤惨重 眼下军线最高的 竟然就是尚卫雷耶斯 维恩斯上将打来电话 他也高度赞扬了舰长的撞举 因为正是这一撞 让联合空间联盟保住了惩戒号航母 以及底格里斯号等驱逐舰 作为我们反击的火种 除了攻击地球的奥林匹斯3号之外 移民防卫阵线还有一支舰队 袭击了月球资源港 瑞恩斯当即晋升雷耶斯为中校 行驶惩剑号代理舰长职责 夺回月球港控制权 地面突击任务由舰上马润负责 但奥马尔他们对伊森这个机器人 极其不感冒 甚至还拿他开玩笑来嘲讽雷耶斯 说话间运输机已抵达月球港 舱门打开后 还没反应过来呢 就有一整车马润被直接炸飞 其余人在重力小的可怜的月球表面 急迟冲杀 雷耶斯擎着盾牌一马荡仙 正在酣畅淋漓追逐敌军时 一架敌方狂风式战斗机突然出现 一波轰烂了基地外壳 走狼瞬间施压 气流席卷着雷耶斯 二番上演目为二上恶狼的遭遇 他好不容易拔住了萨奥特尔 没想到一个敌军战斗机器人飞来一撞 两人一起失手飞了出去 紧接着是天旋地转般的猛烈撞击 关键时刻 伊森及时杀到 替雷耶斯接住了夺命的大卡车 一把拽起他来 带着他重新回到加压仓室 很快肃清了月球港内的敌军残部 此时他们接到友军底格里斯号的球员 雷耶斯立刻决定 驾驶月球港内的狐狼升空作战 奥马尔让他带上自己 还说人类肯定比个铁皮罐头可靠 被雷耶斯一口回绝 他和伊森驾驶着狐狼 敲掉了敌方护衣剑编队 但战斗机显然不是敌方驱逐舰战神谷号的对手 雷耶斯干脆带着众人直接跳帮 炸开剑桥前挡风 让敌人也尝了尝试压或被捉进外太空的滋味 杀进军械室后 不仅关闭了战神谷所有武器系统 伊森还拿到一份敌方舰队不防图 撤离时 几个敌人冲出来 奥马尔和伊森一前一后 不知底多少次默契合作干死了敌人 随后一起跳上了前来经营的胡郎式战斗机 此时迪格里斯号正好加速上来 在他们撤离的一瞬间 闲策所有火力一轮骑射 将战神谷号彻底撕成碎片 返航后 轮起着麦卡伦少校发现中奖了 伊森拿到的那份不防图居然是实时更新的 有了他 承接号可以在任意时间跃迁到敌人头上 实施精准打击 这时雷耶斯才意识到 对啊 麦卡伦的军衔比自己突然晋升前要高啊 为何他当时没接手承接号 他平静的说道 不是每个人都有派部下执行必死任务的决心 原来某次他的部下伤亡惨重后 无法承受内心的煎熬而辞去舰长之物 才被改派到承接号上的 不防图显示 移民防卫阵线在土V6上 有一座重要的燃料布局站 一旦摧毁他 敌人短时间内将无暇进攻地球 雷耶斯立刻下令月前 一道蓝光闪过 却却一瞬之间 成立号便抵达土V6的上空 地球人类已经30年没有踏上土V6的土地了 雷耶斯去跟看着地图沉默不语的奥马尔打招呼 是他知道奥马尔曾经去过 但那是他最不想回忆的记忆 他曾来土V6看望过 作为管道工人在那勤勤恳恳工作30年的父亲 父亲用汗水为家人换来了一份体面的生活 直到移民防卫阵线摧毁了这一切 所以这次任务对奥马尔严不只是战斗 更是复仇 并肩作战这么久 他早就放下了雷耶斯对前舰长不敬的成见 好兄弟一起战斗吧 对了 还有个事 奥马尔郑重说道 我希望伊森能跟我们一起作战 伊森知道对这个骄傲的马润而言 说出这句话意味着什么 甚至伊森登机时 他手下的陆战队员陆导 又在调侃伊森是个铁皮贯动士 也被奥马尔大声叫停 他当着所有人的面说道 伊森跟我们一样是英勇的战士 土V6近在支持 袁书记被投送到他的超级气旋上空 穿过复旦的大西层中活跃的雷电风暴 很快 像是涂了层百佑的地表警官就展现在眼前 他们一路向着高耸的燃料塔前进 奥马尔看着父亲和工友们曾经的宿舍叹息 这里曾经多么美好啊 可惜移民防卫这些人入侵后 这里一夜之间就成了苦一营 燃血的婴儿床更是招式了工人们的悲惨遭遇 所以对待这里的敌人 奥马尔毫无慈悲可言 就连听了他父亲故事的伊森 下手的话就变得更黑了些 能手动抱头就绝不用枪 雷斯带领战士们 在两台机甲的掩护下大杀四方 当他们被敌军机甲压制住时 雷斯身先士卒跳了上去 撬开他肩上的弹槽 抽出导弹塞进他的丑陋的机械颈椎 纵身一跃一枪打爆 直接将其炸成了废铁 战斗顺利无比 但大气中的甲板因太阳辐射而产生的浓密橘红色烟云中 一艘巨大的战舰加速浮现 坏了 是奥林匹斯三号 一通狂轰烂炸 雷斯赶紧带着一身撬开闸门 结果刚撤进来几个人 他就看着奥林匹斯三号一发炮弹 直接轰烂了几方机甲堵住了大部 靠袭上将叫嚣着 让他们赶紧束手就擒 眼下几个人几条枪 绝不是一艘太空巨舰的对手 是战事逃 奥马尔怒火一声 我们的任务是摧毁燃料塔 这几乎是有去无回的任务 但这一次 雷斯站在了奥马尔的一边 但当雷斯冲上阳台找路时 看到的却是几方援军的身影 原来萨奥特尔发现通讯中断后 立刻指挥承电号杀了下来 雷斯二话不说 挑上心爱的湖狼战机 跟着萨奥特尔 向轮街上麦卡伦发现的涡轮风扇进发 一场轻松的空战之后 雷斯带着一森降落在涡轮控制室的停机坪上 一路上传这些不知死的拦路杂鱼 打开涡轮外壳 让萨奥特尔成功投弹 在剧烈的爆炸声中升空 顺着爆燃的管线原路返回 几发机炮下去 引爆了这座高速入云的巨型燃料车 任务完成后 雷斯带着湖狼们返航 没想到奥林匹斯3号再次突然出现骤然开火 雷斯坐驾重担 一森从后座上跳了出来 一把拽着他弹射出战机 战机根本无法减速 直接撞毁 陈建号多出密封舱受损 更加无法抵挡奥林匹斯3号 强悍的火力覆盖 雷斯打断还想救他的萨奥特尔 机灵银行员盖特别管自己立刻跃迁 一道蓝光闪过 陈建号执行了命令 奥林匹斯3号也随即跃迁追击 混乱的天空顿时清静后 雷斯才发现 刚刚撞击时战斗服被离开了个口子 氧气正在迅速流失 他跟伊森开玩笑说道 好兄弟 看来这就是咱俩的终点了 伊森用他无法改变的沉稳语气 表达着他的手足无措 原来机器人也会害怕 好在这次老天爷没收人 当雷斯睁开眼时 看到的是迪格里斯号舰长费兰 原来萨奥特尔申请派出搜救小队 被瑞恩斯上将直接驳回 费兰舰长不想孤军奋战 于是暗中派出搜救队 搜救队甚至不得不撬开了伊森的手臂 这个情感远比看上去丰富的多的笨蛋机器人 抱着迪耶斯战斗服的破口直至结冰冻住 自己差点烂掉才博得了舰长的一线生机 重返承舰号后 萨奥特尔也给了迪耶斯一个短短的拥抱 这是远超越爱情之上的纯粹生死战友情 两人无暇言他 新的任务是太阳系最大的小行星造神星 那里的采矿设施 能为重建舰队提供足够的原料 但就在几小时前 造神星联络突然中断 总部急令承舰号前往武装侦察 原书记在随时爆发的熔岩中 飞抵岩浆海洋般的地壳 此时的造神星偏离了轨道 正在以一百倍余长的速度自转 短短一分钟就是一个昼夜 每分钟都要经历一次酷热和严寒 他们只能在太阳下山的那三十秒 才敢冲出事外 但真正的威胁却是在室内 穿过一处安保机器人仓库时 其中一个毫无征兆的偷袭了萨奥特尔 打包他来到室外后 大家才反应过来 白昼时太阳能阵列恢复供电 这些发疯的机器人就会复活 必须赶在夜晚抓紧消灭他们 否则就会陷入无休无止的战斗 雷耶斯带领大家找到了漆黑矿井中的幸存者 一看监控中的奥林匹斯3号 果然又是移民防卫这些搞的好事 无所谓 只要杀穿这片一位敌人侵入的机器人大军 就能带领幸存者返航了 可眼看就要登机时 雷耶斯却被榴弹掌飞 奥马尔冲上来拉起他 拖着他一点一点登上了飞机 这是一个撞枪的矿工在大声呼救 或许是因为朴素的情感 或许是想起了自己同样是工人的父亲 奥马尔不顾阻拦再次冲进战场救人 可他刚冲出去就是一声爆炸巨响 腾空而起的火焰阻挡了他们之间的路 奥马尔几乎任务第一 别管我了赶紧撤离 但雷耶斯坚决下令等他 可随声将飞机却突然起飞 是萨奥特尔无视命令强行起飞 但紧接而来的大爆炸 却证明了要不是他抗命 一飞机的人都得命丧火害 雷耶斯暴怒质问 被萨奥特尔兜头一顿臭骂 收受你的菩萨四辈给老娘听好了 你忘了第一次见奥马尔上市时 他是怎么说的吗 雷耶斯反问他 如果是我在下面 你也会扔下我起飞吗 你的心是从什么时候这么狠大 萨奥特尔平静地说道 从你成为舰长的那一刻开始 雷耶斯的圣母心终于开始瓦解 他明白了老舰长为何下令撞击 明白了麦卡伦为何辞职 明白了萨奥特尔为何康宾 更明白了奥马尔为何牺牲 但重返惩见号后 他才得知大事不妙 迪格里斯号已经被敌人彻底撕成了碎片 肩上所有人集体阵亡无一生还 而造神星上的一切 都是考骑调虎离山的圈套 看着他那张带着丑陋刀疤的帅脸 嚣张地说着地球必败火星万岁 雷耶斯反而冷静下来 咱们之所以中圈套 是因为后方地球总部听说造神星失联后 慌乱之中下令我们前往所导致 不是瑞恩斯上将太菜 而是他的指挥部离前线太远 无法有效研判 我命令 乘监号即可悬挂黑旗 便宜行事 雷耶斯决定也打一波伏击 而且伏击地点 就是他们那颗蔚蓝色的母星 地球 原来此前瑞恩斯上将曾发来密电 一名防卫阵线二号人物瑞亚体内 藏有一个不间断发射信号的发射器 而他的终极任务 是与AATS大炮同归与近 当他完成任务后 说不到信号的考骑就知道 地球防空系统已被摧毁 随即便会展开全面入侵 然而就在他们在空中 严密兼舍车队转移瑞亚时 押送车队居然被袭击了 敌人炸毁了大桥 瑞亚在混乱中逃脱了出去 雷耶斯立刻带人下级徒步追击 一路追到教堂天台 结果一开门 瑞亚突然出现被他一拳奔翻 他引爆了早就装在炮台的炸药后 一边猛踹雷耶斯 一边嘲笑着地球人的软弱 然后掏出一把刀子说道 看好了 什么是真正的勇气 说怕一刀扎向自己小腹 活生生取出了发射器 将其一刀斩断 果然没过一会儿 敌军舰队就已向地球跃迁 正在驶入大气层 伏击计划彻底破产 雷耶斯当机立断 下了一个与老舰长自杀式撞击 一样凶险的命令 命令承接后 直接向地球大气层跃迁 直接向大气跃迁 将对舰体造成灾难性后果 但跃迁所产生的冲击波 同样也能短暂重创奥林匹斯山号 或许可以趁机登船夺剑 此时消息严重之后的 雷耶斯上将来电问询 雷耶斯刚汇报了自己的计划 奥林匹斯山号 就已抵达联合空间联盟 总部附近 就在雷耶斯上将 看向窗外的瞬间骤然开火 随着总部大楼灰飞烟面 上将的信号也彻底终断 愤怒的雷耶斯驾驶 狐狼加速冲过去 乘见号也在此时完成月前 巨大的冲击波 几乎将狐狼撕烂 雷耶斯当机立断 直接弹射 竟然还真带着大家完成了跳帮 就在他们向剑桥猛冲时 脚下一阵剧烈震动 雷耶斯差点被甩飞出去 雷兵露倒一把拽住了他 两人挂在边缘摇摇欲坠 雷耶斯集中生智 一个喷射 带他重新回到了甲板 这个小插曲 没拦住他们冲到指挥室门外 雷耶斯打开远程入侵系统 控制了一台作战机器人 一把耗住烤旗就是一通爆锤 一森顺身也黑掉了所有机器人 在这些反水机器人的敬礼中 雷耶斯终于来到 奄奄一些的烤旗面前 这祸临死仙还在嘲讽雷耶斯 You know nothing No nothing 说完就这么眼气下线了 奥林匹斯3号 由雷耶斯正式接管 但烤旗说的没错 战争还没结束 雷耶斯决定趁敌人 还不知自家旗舰反水 去火星 用他们的大炮轰烂他们的老巢 巨大的战舰一个月前 蓝光闪过后 便出现在火星轨道船物的上户 猛烈轰击毫无察觉的敌军驱逐舰 但一发过后 敌人就反应了过来 空中和地面火力 集体朝奥林匹斯3号招呼 舰上武器系统不断下线 火力密度渐渐下降为零 就像是身体的某种本能反应 曾经反对刺杀式撞击的雷耶斯 直接下令 奥林匹斯3号调整航向 目标敌军船物 全速前进 他将指挥权交给伊森 叫来乘舰号 自己驾驶着火狼战斗机 一起为奥林匹斯3号 证明他们最大的导弹护旁 目标已经锁定 但此时乘舰号却已被击中 无法改变航向 偏偏他此时此刻 就在奥林匹斯3号冲击的航线上 雷耶斯不得不命令伊森立刻爬高 但急速的转向 导致奥林匹斯3号迅速解体 剧烈的爆炸 甚至毁掉了惩戒号的动力技术 就连雷斯的坐驾也燃起大火 再也无法调整 飞行姿态 朝着火星地表一头扎了下去 雷耶斯醒来时 正好看着惩戒号也在向着地面破降 而伊森驾驶的奥林匹斯3号残骸 也冲向地面扎升了一大盘火光 他冲到惩戒号破降地点 救过自己一命的裂兵路到被舰体碎片压住 雷耶斯好不容易抬开后却发现 巨大的铁皮已经扎穿了他的胸膛 这个坚强的战士还在说着 没事没事皮外伤而已 雷耶斯叫继任马润指挥官布鲁克斯 快去找绷带 天性乐观还有点想炮萨奥特尔的路导 还在跟雷耶斯开着玩笑 长官 我会得到一枚紫心勋章的对吧 萨奥特尔上位肯定会喜欢 他用越来越无神的眼睛看着天空 想是看到了什么 轻轻问了雷耶斯一句 说完就牺牲在了这片陌生的土地 雷耶斯心情沉重的与众人会合 他想把大家安全带回去 克伦记者麦卡伦却说 省省吧 你是我们的指挥官 不是什么狗屁救世主 他让雷耶斯看着前方 那是火星船物的太空电梯高不见顶 我们明明有机会把他撞个稀巴烂 你为什么要让伊森爬告改变航向 萨奥特尔还想替雷耶斯争辩 说他这个命令救了大家 麦卡伦嗤之以鼻 惩戒号上的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都做好了牺牲的觉悟 而你雷耶斯舰长 如果你没做好同样的觉悟 那我建议你跟我之前一样趁早辞职 雷耶斯内心煎熬无比 可大家活下来了呀 麦卡伦让他看看垂头丧气的大家 只送给他一句话 但这些人不是来活 而是来赢的 雷耶斯被当头棒喝陷入沉思 突然一艘敌军运输机打断了他们 正当大家高度戒备时 上面的人竟然是伊森 他还入侵了一整个连队敌军机器人 现在该怎么办 坐在这等人来救吗 雷耶斯看着远处的太空电梯 不我们要杀上去 不光战斗人员 从甲板整备员到领航员 从越前控制员到军械员 能拿得动枪的全都义无反顾的站了出来 他们在敌人的炮火中 向着船物发动地面突袭 付出惨重代价后 领航员盖特跟雷耶斯说 与你并肩作战是我的荣幸 说把一起拉开了基地大门 雷耶斯刚要冲进去 却被他一把推开 紧接着 无数子弹就撕碎了他的胸膛 但要耗尽的活狼驾驶员 只说了一句大家好用后 也一头炸向了敌军的炮台 但这些牺牲是值得的 幸存小队成功杀进了电梯间 此时需要有人舍命断后 曾经在战斗中 断了一条手臂也不肯退役 装了一条一体 在甲板下做军蟹员的格里夫站了出来 带着三个兄弟死守打门 就在电梯启动的瞬间 众人就看着他们用血肉之躯 冲向了敌人的钢铁大军 大家在麦卡伦的带领下 切到了一句愿逝者安息后 电梯像离弦的剑一般 带着他们射向了台湖 登顶后 雷耶斯带着萨奥特尔和麦卡伦 从紧急出口先行出来 清理门口的敌方守军 这时他们发现 敌方机器人正源源不断弹射到地面 他们决定塞几个炸弹进去 为我方地面部队减轻压力 没想到弹射舱门一开 机器人突然苏醒一把抓住了雷耶斯 麦卡伦冲上来就是一刀 自己却被机器人抓进了弹射舱 他恳求雷耶斯 Oh Captain my Captain 松开手 记住 完成任务是唯一目的 一粉碎自我圣母心的雷耶斯 毫不犹豫地松开了手 目送着自己可敬的轮机到 与敌人同归于尽 他们没有时间悲伤 前方还有战斗在等着他们 两人肃清出口守军 成功倾引大家走出了电梯 伊森迅速上前占领控制台 夺取了一艘敌方驱逐舰的指挥拳 萨奥特尔问道 要用他杀出去吗 离了这里 但驱逐舰火控系统 需要去指挥中心手动解除 谁来执行这个任务 雷耶斯坚定地说道 我去 萨奥特尔压上自己所有的勇气提醒他 火控系统上前后 我会立刻带队攻击船物 完成任务后也会立刻带队越前撤离 我们不会停下来等你的 雷耶斯点了点头 如今他已完全理解了牺牲的意义 伊森也站了出来陪自己的舰长 萨奥特尔再没有半点婆婆妈妈 只跟这一人一击说道 行吧 那咱们地狱再见 双方分开后 雷耶斯拼了命地往前冲 终于赶到了指挥中心 伊森担心敌人的电磁干扰 会瘫痪他的处理器 雷耶斯不得不住亲了他 控制着他的钢铁身躯 穿过熊熊燃烧的燃烧室 一把扯断了反应核心的电容 但预期中反应炉过载 炸掉的场景并没有出现 怎么办 伊森说只有一个办法了 他一边说着一边向反应炉走去 修士舰火控系统终于启动 雷耶斯将自己的坐标发送过去 一声令吓 向我开炮 萨奥塔尔呼唤着雷耶斯的名字 尼克 我做不到 雷耶斯也同样呼唤着他 诺拉 执行命令 萨奥塔尔便知雷耶斯心意已决 于是指挥全舰向他开火 导弹和炮火在太空中 游溢着向仓室袭来 雷耶斯再一次施压被甩进太空 他漂浮着 看着萨奥塔尔指挥全舰不顾周遭敌人的炮火 将全部火力倾向的敌军船物上 终于 巨大的船物无法继续承受爆炸而轰然解体 萨奥塔尔在电台里呼喊着 尼克 你看到了吗 雷耶斯看到了 只是一枚该死的碎片 在这最美妙的太空爆炸中击碎了他的面罩 一瞬间 整个世界彻底安静了 火星船物战役 承接号阵亡763人 幸存者4人 之后 新人商将向全地球公民广播 雷耶斯忠孝和萨奥塔尔上面及其部下们 以大无畏的精神 与具有压倒性狐狸的敌人浴血奋战 摧毁了敌方轨道船物 消灭了大量敌方舰船 用他们的赤胆中心 全使了使命的召唤 此时镜头慢慢拉到一开始 倦客名字的大理士墙上 曾经空荡的右下角如今已经填满 萨奥塔尔的身影出现在眼前 对着墙上的名字们郑重敬礼后 又坚定的转身走向了新的战斗 而这些伟大的名字 以及无法在墙上留下名字的铁皮一号 他们的精神将永远闪耀在永恒的宇宙 此时故事结束 好了我是火力地宝 感谢你的观看和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